远东集团这一回遭到大陆重罚人民币3650万 我们首先来带您看到是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他说这完全都是按照法定程序 好他特别提到了鼓励支持正常的经贸往来 但是他话风一转 他警告台商必须要明辨是非 要和台独划清界限 好当下有媒体询问说 其实台湾的企业大部分都是蓝绿都压宝挖 好这个时候朱凤莲他的回应是 你该不该捐钱心知肚明啊 好其实呢这一回这个远东集团外界就认为说 主要就是因为他有捐了政治现金给苏贞昌妇女才会受到牵连 好不过对此苏贞昌他的说法还有看法又是如何呢 在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被媒体问到这个问题 他没有回应快步离去 但是总统蔡英文他现在态度转为比较强硬了 怎么说呢在23号的时候他没有回应 但是没有想到在24号的时候 他的说法是什么 他呼吁朝野各界要共同证告北京当局 必须要立刻停止这样的行为 不要继续伤害到两岸间的经贸还有两岸关系 好不过这一回总统蔡英文 他怎么会这么大动作的来做一个宣誓呢 前国民党立委邱毅他的看法 他认为这一回大陆针对了远东开刀 打中台独分子的七寸 蔡英文其实他自己从来都不会出手 对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根本就是理都不理 没有想到这一回他积极护航了 因此邱毅认为说蔡英文他是真的极了 因此才会有这样的发言 播这一回远东集团遭到了对岸重罚 好主要大家认为说是不是因为他曾经捐了政治献金 给行政院长苏贞昌还有立委苏巧惠等人呢 当然这个苏贞昌日前被列为顽固台独分子 是否因此遭到了大陆官方锁定 现在也引发大家的讨论 好对此台北市议员张思刚 他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我们带你一块来听听看 对于这远东集团呢被罚款的事情呢 我觉得有几个有趣的观察点 那第一个远东集团跟他的老板徐旭东呢 其实在两岸的这个人际关系都非常的好 那两岸之间很多经贸论坛呢 徐老板都常常的参加 那在大陆的相关的人脉呢也很广 所以呢找他开刀事实上就有一点有趣 有点特别 因为徐旭东过去也不认为是一个绿色企业家 然后第二个呢 显然远东集团在事前就知道类似的讯息 所以当开出这个罚单之后呢 远东集团呢也不再进行申诉 然后呢就默默的把这笔账呢承认了 而且呢就说确实他们在工厂上面有所缺失 显然跟中国大陆官方这边呢有达成一定的默契 那第三个呢反映到未来的选举的情况 会不会说出现在两岸做生意的这个企业家 对于绿营或是绿营政治人物的捐献呢 开始才下台面化的方向进行 也就是说呢蓝绿两边呢继续压保 但是呢要求绿营这边呢就不要进行一个申报 进行再变成一个台面下的一个捐献的活动 所以这是不是会出现一个另外一种 造成对绿营政治人物台面下支持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在财产申报上面 这个出现都是蓝营的政治人物 所以明年的选举会是个观察点 那第四个呢 如果说民进党政府有采取一些反制措施 比如说防止不让他们的高官来台湾 其实我觉得这个效应不大啦 因为你目前两岸政治气氛 大陆的高官来台湾的几率很低 那更不要说台湾的高官会去中国大陆 所以大概这属于一种宣誓性的效果 那总之呢我觉得大陆官方这个做法 是给台湾企业界某些寒蝉效应 就是对于政治压保这件事情 可能过去不能两边通知 也就是在台面上要看得出来 对绿营的这方面的捐献呢 是到适可而止 甚至不会再继续有的情况 对于政治压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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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政治压力的效果